Hello 大家好 相信大家都試玩過Husky Lens Husky Lens封裝了各式各樣的AI功能 實現了有趣的AI實現 而今天的主角Mazzuno就是Husky Lens的裸版 意思就是說Mazzuno一開始是沒有任何功能 透過自行銷錄AI模式和Python的program 甚至可以製作給Husky Lens更強大的AI功能 在這條影片中我們將會提供4個實驗 第3個實驗就是調用自己已經訓練好的AI模式 透過Python去調用這些模式完成了相對應的實驗 第4個實驗就是如何訓練自己的AI模式 做一個Object Classification 首先我介紹一下Mazzuno上面有什麼重要的硬件 第一個是Flash Flash是一個記憶體主要用來存放OS和AI模式 OS是指Operation System 類似一台電腦的Windows系統 Flash裡面有不同的地址 通常都叫做0X000、0X1000 大家當它是一個不同的空間名就可以了 專用來擺東西用的 例如0X000會用來擺放OS 而AI模式通常都放在其他位置 另外Mazzuno上面的AI芯片是K210 芯片上面除了CPU之外 還有一個叫做KPU Convolution加速器 專門用來加速處理圖像 在PythonProgram裡面 我們會用到這個加速器 來運行一些AI模式 另外上面有一個Wi-Fi Module 在我們的設備 暫時不會用到這個Wi-Fi Module 按鍵方面 Mazzuno上面有兩個按鍵 近外圍的按鍵就是Restart的按鍵 專用來重啟程序 另一個按鍵我暫時叫它為Key Button 在我們實驗裡面可能會用到這個按鍵 在Mazzuno的實驗裡面 我們可能需要安裝或者使用到一些軟件 例如KFresh 就用來銷錄OS 或者是AI模式用的一個工具 另一個叫MicePy 就專用來銷錄和運行Python的程序 還有一個叫Data Assistant 是用來處理一些數據的processing 就是我們收集數據 怎樣去process這些數據 令到我們可以進行一些model training 所有軟件都放在tools裡面 安裝方法都很簡單 這裡就不會多說 有什麼需要的話 可以根據Mazzuno的user menu 可以完成所有的安裝流程 第一個實驗就是Object Detection 物體的檢測 透過調用20class的AI模式來實驗 它可以檢測到20種不同的物體 包括Person、Burr、Monitor、Chair等等 所有檢測的物體 就會在LCD屏幕上可以看到 是什麼類別 以及它的色別 看看是多少 現在示範如何銷錄Model 到Mazzuno裡面 首先連接Mazzuno去電腦 打開KFresh的硬件 Block選擇SignP Mazzuno 下面選擇Flash 選擇Mazzuno的Comport 電腦會識別到兩個連續的Com 例如4和5 我們選擇比較小的Com 因為大的Com就是WiFi Module接口 我們實驗裡面就不會用到 回到上面 點擊Open File 選擇Experiment1的Folder 裡面的Object Detection 的Dock KFPKG檔案 透過KFresh的軟件 銷錄KFPKG檔案的時候 整個 所需要用到的Model 和OS 都會銷錄到Mazzuno裡面的Flash Dock KFPKG 其實就類似一個壓縮的檔案 裡面的結構很簡單 我們用解壓的方法打開 可以看到裡面有三種不同的檔案 Dock Bin檔就是OS檔 而Dock KModel檔就是 Object Detection的AI Model檔 最後有一個叫Dock JSON檔 其實它是一份目錄 打開那個JSON檔 可以看到 Dock Bin檔就會被消入到 0X000的位置 而Model就會被消入到 Fresh裡面的0X5000的位置 這樣 之後我們講解如何輸入Python的Code 進去Mazzuno裡面 首先我們打開MyPy這個軟件 直接把20Class ObjectDetection.py的文件 把它拉進來 這樣就完成了Python的打開方法 然後在MyPy的介面上方工具欄裡面 選擇工具 第一個選擇開發版 選擇SignP Masjuno 之後我們就選擇左下角有個綠色的萬字夾的icon 點擊之後選擇Mazzuno的Comport 就跟剛剛一樣 按OK就可以把Mazzuno連接到電腦 之後我們把Python消錄到Mazzuno上面 選擇最上面工具欄的工具 選擇第二個 將打開的腳本保存到 開發版的Boot.py 完成之後 我們在Mazzuno上面 按RESET的按鍵就可以直接體驗實驗了 由於PyCode和AI模特兒都消錄到Mazzuno的版上 所以我們以後就不需要再連接電腦 直接用普通的PowerBand 給Mazzuno供電都可以執行到這個實驗 現在我解釋一下Python的Code 我們看到所有用井號開頭後面橙色字的 所有都是一些珠色 我們所有實面每一項Code 都加入了珠色說明那項Code 另外Code和Code之間都加了一個大標題 代表了下面那項代碼的意思 所有註解都是沒有實際功能 你可以隨時把它刪除 也不會影響代碼的運作 回到代碼 一開始的時候 將所有用到的Library都加入到Python的文意 例如Sensor就是Camera的Library KPU就是用來執行Model的Library 下面就是將Fresh入面0X5000的Model 加進來Python入面 並且儲存到一個class20Model的地方 下面就是對於LCD Camera的配置 例如有沒有水平或上下倒轉等等的設置 然後在下面就是Variable的初始化配置 例如20個class入面包含了L平、Bicycle、Burr等等 下面就是Main Loop 首先Camera會拍一張照 利用KPU運行20class的AI Model 對比Camera上有沒有能夠識別的Object 下面就找每個被識別的Object 然後用長方形的框框框 再打印Object的名字和識別率 如果沒有找到Object就直接顯示當下的圖片 Main Loop就不停地循環 就會導致我們看到Experiment 1的效果 第二個實驗就是0-9的Number Recognition 手寫的識別 只要將鏡頭對準手寫的數字 就可以識別到數字和顯示它的識別率 另外如果按著Mesh Juno上面的Key Button 就會進入另一個界面 同樣在最低的位置可以看到所識別的數字 越接近白色的方解代表它的相似度就越高 它還可以顯示到AI Model上不同層數 所處理出來圖片的效果 現在說一下如何進行這個實驗 我方法和第一個實驗很相似 先打開KFesh 選擇Open File 找出Experiment 02 Number Recognition的KFPKG檔 選擇Mesh Juno的COME Port 選擇比較小的COME Number 按下載進行消錄 把OS和AI Model都輸入到Mesh Juno裡面 完成消錄之後 打開MicePy軟件 把Experiment 02 Numbers Recognition Folder 裡面的Number Regulation的Python檔 拉進來 就可以打開Python檔 實驗的Code都是大同小異 首先就是加入所需要的Library 由於實驗有按鍵 所以我們要加入GPIO的Library 下面就是利用KPU提取剛剛輸入去Fresh裡面的Model 下面就是設置按鍵的PIN 和Define按鍵的功能 下面就是Camera和LCD的Setting 最後就是Main Loop的部分 一開始就檢測User有沒有按下按鍵 如果按住按鍵就會執行下面的Code 首先會顯示左上角黑白色的小視窗 然後顯示圖片經過Neo Network的第一層Layer上的結果 這個Layer上有16個Neutrons 將16張圖以每行8個打印在LCD上面 打印兩行 之後顯示圖片經過第二層Layer上的結果 這一層有32個Neutrons 所以分別可以看到32個結果 以兩行每行16個模式打印在LCD上面 之後就是第8層Layer上有10個Neutrons 以一行過打印在LCD上面 最後就是第11層 也是最後一層只有10個結果 代表0至9每一個數字的相似率 將它轉化成顏色的比例 機率越大顏色就越接近白色 越細就越接近黑色 然後透過正方形的方格來顯示 最後打印0至9的數字在LCD上面 這個就是把所有東西都一次過打印在LCD上面 如果我們鬆開Mashuno上面的Key Button 這個就會進行下面的Code 即是左手邊顯示CAMERA的圖片 右手邊就顯示最高概率的數字和相似率 第三個實驗就是Face Regenation 這個實驗比起前面兩個實驗複雜 因為這個實驗需要用到三個不同的AI模式才可以完成 首先就是Face Detection的模式 專用來識別人面 另外有一個叫Five Point Facial Feature Model 就是識別人面上面的五個特徵 包括左眼、右眼、鼻、左嘴角和右嘴角 我們看到人面上面有五個圈圈圈著的地方就是五個特徵 最後我們按一下Mashuno上面的按鍵 按完之後就可以記錄當下的人的人面 記住這個人面的時候 我們同時推取了這個人面的特徵 用到一個叫196Dimension Face Feature的模式 主要就是記住人面的Feature是什麼 我們在這個實驗中最多可以記錄到十個不同人的人面 由於這個實驗是由Mashuno官方公司提供的 他們需要認證我們有效的Mashuno版 它才可以讓我們下載它的KFBKG檔 首先我們去Google那裏 Search MindsHud.com 就可以進入Mashuno的雲端平台的網頁 首先我們需要註冊一個賬號 如果大家在註冊的時候有困難可以參考 我們Mashuno的User Manual裡面有詳細的教學 這裡就不多說了 完成了註冊之後我們就登錄一個賬號了 Memo的Memo 我們點擊這個圖片進去之後 我們拉低一點就會看到一個下載的icon 我們就點擊這個icon 之後我們進入了一個新的頁面 看到要輸入Mashuno的Machine ID 要獲得Machine ID的方法其實都很簡單 我們首先把Mashuno連接到電腦 打開KFast的軟件 按Open File 選擇Experiment03 Phase Regenation裡面 有一個叫做KeyGenV1.2.bin的檔案 我們之後就選擇正確的Port 然後就按下載的按鍵 完成了之後我們去Tool的Folder 打開一個叫做Putty的軟件 首先就選擇Zero 在Zero Line裡面輸入Mashuno的COME Number 即是剛才是用KFastZero的GEN Key 的時候所選擇的COME Number就可以了 把Speed改成115200 然後就按Open 這個時候就會彈出一個黑色的時窗 我們再按一下Mashuno上面的Reset按鍵 電腦上面的黑色時窗就會顯示Mashuno的Machine ID 我們直接就複製這個Machine ID 然後就去MyHUD上面的ID那裡的介面 貼上這個ID 然後按提交就會自動下載Face Regenation的KFBKG檔案 之後我們去KFresh那裡 按Open File把剛剛下載的KFBKG檔案 消錄到Mashuno上面 我們要記得關閉PUTTY的黑色時窗 不然PUTTY會佔用Mashuno的COME POCK 導致KFresh和MyPy都沒有辦法 和Mashuno在後面做連接 這樣就可以了 跟之前的實驗都是一樣 我們去Experiment03的Folder裡面 將Pyform檔案 拉回MicePy 就可以看到所有的Pyform Code 之後我們將Pyform的Code 消錄到Mashuno上面 在MyPy的界面上的左下角 有一個綠色的萬字架 我們按一下它 就會選擇正確的COME POCK 連線之後 我們在上面會看到一個工具 看到第二行那裡 將打開的腳本寶 全度開發版的BOOT.py 我們選擇它 按OK 可以把Pyform Code消錄到Mashuno上面 Mashuno在沒有連接電路的情況下 只要有電的話 都會顯示這個Code的所有功能 在這裡我們講解一下Pyform Code的結構 一開始都是寫了所有需要用到的Library 再之後我們看到 將三個剛才提及的Model 都要加進來 因為在個仔細路的中心裡 又要按按按按鍵的功能 所以我們將按按按鍵的充滿 之後就 Sloan設置兩個LCK 下面我們就ules 用來記錄數據 之後我們會進入Main Loop 大致的配置和前面的兩個實驗都差不多 首先我們檢測User有沒有按到那個按鍵 接著透過Face Detection的Model 檢查當下的圖片有沒有找到人頭 如果有找到人頭就把人頭用框框框出來 之後在框框框框上 透過Fight Point Facial Feature的Model 就找出眼、鼻、嘴角的位置 我們看到就在LCD上顯示出來 之後我們利用一些數學的功能 我們就可以把打側的面 轉換成一個正面的方向 因為有了正面的圖片數據 我們就可以運行196Dimensions Face Feature的AI Model 來提取這個人的面的特徵 我們也會記錄這個人面的特徵 之後就對比屏幕上新檢測到的人面 和我們已經記錄了的人面有沒有相似的 只要相似的百分比超過85% 就會被認定為同一個人 之後就會把這個人的人頭顯示在LCD屏幕上的左上角 就證明這個人能顯示到 以及輸出這個人是哪一個 以及相似率是多少 第四個實驗就是Train Your Model 前面三個實驗都展示了 如何安裝AI的Model 以及調用AI Model來完成一些應用 這個實驗就會展示如何透過自己的拍照 整理數據 再上傳數據去訓練自己的AI Model 從而用Mask Juno來識別自己所定義的任何物件 首先就是我們要收集數據 我們就可以用一些相機來拍一些我們上識別的物品 而識別物品的種類最少兩個或者以上 每個物品最少40張的圖片 每張圖片的背景角度最好就是不一樣 這樣可以提高那個識別率 之後我們就做一個Data Labeling 就是把同一類的圖片都放在同一個Folder裡面 例如iCard的圖片就放在一個Cuhk iCard的Folder裡面 滑鼠的圖片就放在一個Mouse的Folder裡面 原子筆的所有圖片就放在一個Pen的Folder裡面 最後把三個Folder都放在一個Dataset的Folder裡面 之後我們會做一個簡單的Data Processing 首先打開我們提供文件的Tool 裡面有一個Data Assistant 裡面有一個Data Assistant的.exe軟件 我們打開軟件之後就選擇 Slat Folder 然後就選擇剛剛放置的圖片的Dataset Folder 之後就按Start Processing的按鍵 這個過程主要就是把圖片 resize成360x240px 再把它壓縮成一個zip file 完成了這個Data Processing之後 就會有一個zip file 它的名字叫做out-日期-時間.zip 檔案 它就會生成在Data Assistant的Folder裡面 之後就可以開始訓練自己的Model 首先我們去Google searchmicehud.com 進入了一個頁面之後 左上角有一個註冊和登記你的帳號 我們完成了註冊和登記帳號之後 就可以選擇位於中間位置有個分裂模型的按鍵 進入了之後我們就看到要輸入兩樣資料 第一個就是你用來準備接收這個Model的email address 第二個就是一個Machine ID 因為Machino的官方Cloud平台 就不想被其他人去濫用 所以每次做訓練的時候都需要輸入Machino的ID 獲得ID的方法和實驗3的方法是一樣的 首先連接Machino到你的電腦 我們打開KFresh的軟件 按Open File 就可以選擇在Experiment04 Train Your Model的Folder裡面 有一個叫KeyGen-V1.2.bin的檔案 我們之後就選擇正確的Comport 然後按Download的按鍵 完成了之後我們就去Tool的Folder裡面 打開一個叫Putty的軟件 我們首先就選擇Zero 在ZeroLine裡面選擇Machino的Com number 即是剛才在KFresh裡面燒錄GEN-Key的時候 我們選擇的Com號碼 然後我們把Speed改為115200 然後按Open 這個時候就會彈出一個黑色的視窗 在這個時候我們按一下Machino上面的Reset按鍵 電腦上面的黑色視窗就會顯示Machino的Machine ID 我們直接複製ID 回到Machino上面的機械碼的位置上貼上就可以了 之後我們選擇下一頁 選擇點擊上傳文件 剛剛我們在Data Processing完成的SIP文檔 它就放在Tool的Data Assistant裡面 它的名字就叫做Output Hyvn有一個日期和Hyvn有一個時間的.zip file 等數據上傳完畢之後 我們直接就按開始訓練 如果沒有其他人都在使用Cloud這個GPU的話 約3-5分鐘就會完成整個訓練 我們就會看到訓練完成的提示 回到剛剛輸入過的Email的郵箱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有一個由myshut.zip.com發送過來的郵件 如果我們看不到郵件的話 就可能要查看垃圾油箱裡面 打開文件之後 我們就可以看到有一個點擊下載模型的按鍵 我就會獲得剛剛訓練結果的壓縮檔 解壓之後打開文檔就會看到很多文件 當中最重要的文檔就是 有一個叫.kfpkg的檔案 之後我們打開kflash的軟件 我們要記得關閉putty的黑色視窗 如果不是putty會佔用著myshut.com 導致kflash和myshut.com 都沒有辦法跟myshut.com在後面做連接 在open file裡面打開kfpkg的檔案 選擇正確的port之後 下載到myshut.com就完成了 我們再按一下myshut.com的reset按鍵 就可以直接體驗這個識別的結果 在這裡我們不需要透過myshut.com 打開py form code 就可以直接運行實驗的結果 因為它本身的py form code 已經embed在kfpkg的檔案裡 一起燒入到myshut.com上面 在這個實驗裡面 我們就簡單地展示了 如何由自己去拍照 訓練模型 和執行這個程序 去顯示那個classification的experiment 我們很快地完成了4個實驗 實驗裡面的code 大家當然可以自行修改 大家另外也可以參考一下myshut.com的官網 裡面還有很多未展示過py form的API 和一些AI模特兒可以下載 透過碟用它們可以完成更多強大的AI實驗